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篇 公运与反帝 第三章 在武萨运动中 第 武萨彩案发生后 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 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 会同公共租界内由外国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 不妨各交通要道 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段禁止华人通行 其他地区实施检查 特别禁止华人携带印刷品 驻足街头观望 以及三人以上的结伴行走 晚上八十后 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 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 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 日有所闻 死伤累累 寻补更在各处大肆搜捕 至于被害者的确切数字 则迄今未雨公布 租界内上海大学 大厦大学 南方大学 文治大学 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 学校被解散 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 6月12日 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 拘捕学生 日美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 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 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 并不能稍恶中国人的反抗怒潮 总同盟霸业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之中 6月1日 公共租界内各商家霸市后 银行工会与前业工会仍旧照常营业 锦志涵工部局表示抗议 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 英国人所办的自临稀报 反机已不能团结一致 于是各银行与各钱庄 也于6月3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 还多方污蔑这一运动是排外 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 但没有成功 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 都认为武萨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 即使外国侨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 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 等量齐观 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 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 与英日不同的态度 甚至日本方面 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 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地怒火 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 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经济不能如愿 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 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 范围广泛 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做诱惑性的让步 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 在国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 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 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 压住了武萨运动的波兰 其后对1927年的革命运动 也施以同样的手段 使之宣告分裂 但这些旧账积累下来 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 在群情激愤之下 曾有利用民气一致对外 建议稳固政权的企图 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 应不起来 它曾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 向外交团提出抗议 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 就是一味拖延 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 只能听任外国人一再做拖延性的调查 一筹莫展 后来在外国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 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 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 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 因此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 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 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地运动则似乎照顾不及 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 预示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 再在国民党部内做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 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 在这次广大的反地洪流中 中共极感到人手十分缺乏 党员们忙着作这作那往往故此失彼 尤其是中共中央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 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 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步计划 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式的进一步政策 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 脱离了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 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 这个机构成立于聪促之间 职员人数余百 事务更属纷繁 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 以维持工作效率 已是一件吃力的事 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 且大多数是刚成立 或才扩大起来的 干部不足 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 忙于对外 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爵 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 指导分会的工作 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 事实上只有去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 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 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此忙了近两个星期 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 真是门庭若市 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 络绎不绝 捐款总数固然很大 但捐款人则多惜一些小市民 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 见货也有 但多数还是捐数百元 乃至数十元者 其中有不少的人 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 还有不少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 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 捐献给公认 我们有时晚辞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 反令他们生气 甚至有因此哭泣的 他们爱国的热忱 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 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 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 每次每人发罢工救济费一元 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 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借当局是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 花了不少金钱 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 重商总工会及总工会的职员们 由于我们的反击 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 这种诡计也未得逞 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 上海总工会终于被流氓捣毁了一次 据说也是有外国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 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 当时在群情激昂之下 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 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 若群众失去控制 发生杀害外国人的事件 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我舍必纯交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们的行动陷于经济性的抵制 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国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 暂时不可再进一步 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